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草案星期五 3月8日刊县 判乱罪诚可判处终身监禁 综合网媒港府星期五上午8时 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刊县 草案长达212页 共分9个部分 包括叛国 煽动叛变及离叛 以及据煽动意图的作为 与国家秘密及间谍活动相关罪行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等 叛乱已经定罪 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间谍活动 危害国家安全的破坏活动 已经定罪 可被判监禁20年 公开表明意图犯判国 披露他人犯判国 急救有的隐匿判国罪 参加或支援境外情报组织 或接受其利益 境外干预已经定罪 可被判处监禁14年 非法披露国家秘密 非法披露因间谍活动所得的资料等 已经定罪 可被判监近10年 煽动意图 协助中国武装力量成员 放弃职责或善离职守 已经定罪 可被判监7年 如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 可被加刑至10年 香港基本法 第23条立法公众咨询 上星期三 2月28日 结束 香港行政会议 星期四下午 加开特别会议 讨论并通过 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 决定在星期五 刊线并交由立法会审议 香港立法会将在星期五上午11时召开会议 处理条例草案一读及二读 正式开展立法程序